大家好我是艾圓神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继续给大家带来崩坏星穹铁道2.1最新任务攻略支线外包攻9个宝箱 好那么接下来大家还是完成了2.1主线之后呢 打开我们的手机转信里面有一个猎犬成败 打开来就可以接取到这个外包攻的任务了 我们点击追踪 大家一起打开地图 来到招路公馆下方迎宾处这个传授锚点 到了这个锚点之后呢 来大家朝我们面前这个方向笔直往前走 好一直走到前方这个大房间 然后看到小地图右上角东北方向 往前就可以找到这个MPC了 好那么对完画之后呢 来朝着小地图右上角东北方向 那这一道门呢就可以进了 往里面进 好进到这个房间呢 来我们先看到小地图上方北方向下楼梯 右转再下楼梯 好然后再右转 看到我们的小地图下方南方向 这边有一个冲人塔 我们过来拿到这一个冲人塔 好那么拿到冲人之后呢 来大家先看到我们的小地图右上角东北方向 不要走错了 是我们气球前方的这一个大家看到 这一处走上来 好然后呢 大家看到我们的小地图右下角东南方向 这个方向往前走 然后一直左拐 顺着气球的这个方向再夺转向前 会用到我们的第二个冲人 好用了冲人 下来前方就是我们的第一个了 先拿一个梦炮冲人 开一个宝箱 边上这边呢有一座桥 我们过来开一下这座桥 往前走 再用一下冲人 这样的话呢就回到我们最开始这一层了 好那我们朝着小地图左边西方向再往前走 来补充一下我们的冲人 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有三个冲人了 好的这一次呢我们看到小地图右下角东南方向 好我们走前方这一道 大家看到 带着个书架边上这一道 用了冲人向前走到底 好我们先右拐 这边的话呢有一个宝箱 我刚刚是已经开掉了 好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宝箱 里面呢是我们的第二个文件 拿完之后呢看到我们的小地图右边东方向 我们往前走 用一下冲人 向前走 前方左拐 然后再左拐 第三个充能用掉 前方的话呢就是我们的最后一个文件了 找完呢会自动把我们传送出来 然后呢再和这个NPC对话 好对话之后呢来我们还是进入到钢二这个房间中 好这一次呢又有三个新的这个文件了 来还是一样的我们先下楼梯 右转再下楼梯 再右转 还是到这一个冲人塔这边 先来获得我们这个冲人 好那么拿到冲人之后呢看到我们的小地图右上角东北方向往前 大家看到还是前方这一个离气球近的 向前走 好然后呢看到我们的小地图右下角东南方向往前走 顺着气泡的方向就可以拿到我们的第一个文件了 然后需要当心一下边上的怪啊 我们那边一起来清一下怪 好清完怪之后呢朝着小地图上方北方向我们往前走 可以拿到一个冲人塔 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有三层冲人了 那我们有了三层冲人之后呢 先原路返回 来我们往回走 回到我们一开始这个地方 好 大家再过来摸一下这个冲人塔 把我们的冲人呢回到三层 好然后呢再看到小地图右上角东北方向往前走 好这一次呢再走这个书架中间这一层 上墙 上墙 笔直往前走 到底了之后呢左拐 往前 用我们的第二个冲人 用我们的第二个冲人 好接着往前走 我们左拐 再左拐 这边呢有一道门 我们从这个门走出来 面前这个冲人直接用 来到这一层 到这一层呢在我们的左手边 这两个怪物后面有一个冲人塔 那我们先把这个怪给它清了稳定一点 好那我们清完怪之后呢摸一下这个冲人塔 好摸完之后来大家再看到我们的小地图左下角西南方向 这边有一个黄色泡泡 过来用一下我们的冲人 走到这一面墙 走到这一面墙 把我们边上这个宝箱呢先开了 好开了宝箱之后呢前方这个塔的机关 我们来按一下 好按下机关之后呢 顺着这个塔往前 我们先过来摸一下这个冲人塔 摸完冲人塔之后呢 看到我们的小地图右边 东方向往前走 走过这一座桥 前方这个梦泡冲人 用掉 钻到这一面 然后呢 大家看到我们的小地图上方 北方向往前走 在这边呢 再用一下我们的梦泡冲人 上到这一面墙 之后呢 先看到我们的小地图右上角 东北方向 朝这个方向往里面走 这还有一扇门啊 我们经过这扇门呢 就可以拿到我们的最后一个文件了 好再过来对话交一下 好那对话完了之后呢 我们还是要回到刚刚的这个房间中 那这一次进来之后啊 这个房间变化了 我们先下楼梯啊 好下了楼梯之后呢 在我们的角色左后方 大家看到小地图左上角 西北方向 在这个地方呢 是我们的冲人塔 好那这一次摸完的话呢 只有一层冲人 来我们先看到小地图 右下角东南方向 往前走 不要摸那个黄色泡泡啊 我们先到桥这边来 按下这个机关 好按下之后呢 顺着这个桥往前走 然后跟着前面气球的这一个视线 看过来 这边有一个黄色的泡泡 好那我们跑过来 用一下我们的冲人 翻到我们的这一面墙这来 我们需要先把前方 宝箱边的怪给它清掉 压力小一点 大家不清 有这个吸牙隐身之类的都行 好那总之呢 先过来开启到 这一处的这个普通宝箱 好那我们开到这个宝箱之后呢 大家再看到我们的小地图 左上角西北方向往前走 这边有三个气球的 然后呢接着往里面走 就可以摸到这一个冲人塔了 好那这边摸完梦炮塔之后呢 来看到我们的小地图右边东方向 我们原路返回啊 走到三个气球之边 然后呢看到我们的小地图下方 南方向走过来 在这边这个黄色泡泡这 用一下我们的梦炮充能 好回到这一层之后呢 看到小地图左下角西南方向 穿过这一座桥 好然后呢看到我们的小地图 左上角西北方向往前 过来摸一下这边的这个梦炮塔 好回到三个冲人 好拿完之后呢 来大家这一次啊 看到我们的小地图右边东方向 朝这个方向往前走 那这一次我们就可以用到 这边的这个黄色泡泡了 用一下走上这面墙 看到我们的小地图左下角西东南方向 好往前走 然后呢左拐再左拐 沿着这条路啊我们一直往前走 好再笔直往前走 前方左拐 然后有一道门 好我们钻进这个门里面 跟着这个气泡的这个视线 再左转 往前走 没有一座桥 来我们按一下这边的机关 穿过这边的桥 跟着这个气球的视线 再左转 就可以拿到我们的下一个这个爆表了 好拿上之后呢 看到小地图上方北方向 往前走 走到底 右拐 再右拐 用到我们最后一个充能 向前走过来 就可以拿到我们的第三个爆表了 好再合着跟PC对一下话 好那么这个外包工作话到这边就结束了 我们 记得关注再走哦